嘿大家好 那么欢迎继续回到令费舍尔难忘对局当中 那么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盘发生在1962年对局 那么当时这个费舍尔下的是这个黑棋 直白棋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就是历史上第六位世界冠军 暴特维尼克 那么两位世界冠军究竟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我马上来一探究竟 首先这个暴特直白棋率先走出了一步 C4 第一步起来了一个English opening 走了一个英国式的开局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那么费舍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English opening 就是英国式的开局 那么当时他选择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步 G6 走了一步非常低调的一个 Great Snake Variation 那么当然这个便利的中文名字我不太清楚 如果大家有谁知道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面告知一下 这个看起来好像叫这个字面翻译 是好的蛇便利 感觉好蛇的一个便利 但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棋局如何发展 接下来这个白棋走了一步D4 暴特D4 那么费舍走了一步马到F6 那么回来了 回到了Kings Indian的节奏当中 当然这个局面的话 你也可以先走一步D4 先走D4然后可以骑马F6 然后C4G6 也可以达到这个相同的局面 刚才就是虚晃了一枪 先走了一步C4 走了一个好蛇的便利 然后达到了这个 达到了相同的局面 虚晃一枪 虚晶一场 那么接下来白棋这个暴特 继续走了一步马到C3 这张出紫 黑棋这个地方竟然走了一步D5 走出了Granfield Defense 格林费尔德防御 那么费舍一般来说 走这个Kings Indian比较多 走这个王毅印度防御比较多 那这个地方竟然走了一步D5 那么当然在这个格林费尔德防御当中 最常见的一个变化就是 接下来白棋走C是D5 马吃D5 接下来白棋走一步E4桌下马 那马是C3 B是C3 黑棋走一步向导机器这张出紫 那么接下来这个黑棋准备短一位 然后冲这个C5之类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的话 白棋一般在这个格林费尔德防御当中 都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中心 他占有了这个非常广阔的中心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的话 他接下来这个因为 这个王居一位速度非常快 王可以放到安全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个 经常可以利用起这样一个 非常宝贵的大斜线 接下来进行这个中心的反击 像是走C5之类的 利用起这个大斜线 搞这个中心的反击 那么然而回到实战队局当中 当时这个白棋走的是马刀F3 没有去抢这个中心 所以非常简单的马刀F3 那么黑棋继续正常出 只向到G7 后刀B3 那么接下来可能 威胁一下你这个D5的兵 威胁你这个D5的兵 那么所以说 接下来费射了一个稳定的交换 走了一步这个王居一位 那么速度非常快 白棋的话 这个离王居一位 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 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 暴特走了一步E4 那么在格林费尔德防御当中 白棋经常会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中心 强着中心 那么黑棋 费射继续向到祭祀 正常出紫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当时白棋暴特走的是向到E3 正常出紫 黑棋费射了马FD7 把马跳回来 接下来白棋 他可能使用威胁的E5之类 E5的这样一步先手 走一步马到D7 马FD7还能够顺便控制住 这个E5的格子 王子他接下来马到E5之类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接下来马也可以顺势跳到B6为止 先手去捉在对方的后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接下来继续 白棋暴特这张出紫 向到E2 马到C有这张出紫 接下来G到D这张出紫 马到B6先手捉在后 那么这个地方当时走了一步 后到C5 那么接下来黑棋废刷走了一步 后到D6 想要去跟白棋对后 白棋H3抓 接下来一个稳健的交换 那么这个地方 白棋用的是这个疾病去吃 如果用橡池的话 就是你可能会失去了这样一个C4的格子 对C4的格子的格子的控制 接下来在交换后之后 接下来这个马可能会顺势跳到C4的格子 对你这个地方制造一些威胁 当然你可以退一步向到C1 但是接下来可能比如说GD8 然后将来这个马也可以跳到D4的格子 就是这个不是不是白棋特别希望看到那个局面 那么所以说实战对峻当中 在这个橡池F3之后 白棋用这个疾病去吃 而且将来说不定可以走这个F4之类的 F4 F5 E5之类的 这个中心发动这个突破 那么实战对峻当中 接下来这个废刷继续走了一步这个G到GFD8 第五捉一下这个马 马到E5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白棋想继续走这个F4 去捉在这个E5的马的话 可以其实非常简单的这个马跳到C4 马EC4 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 看起来好像丢了一个马蛋 事实上它有这样一个对完后的这样一步先手 比如说你橡池的话可以先跟你对完后 然后再吃掉你这个响 如果你走这个橡池E7的话 那这是一步不太正确的戏 非常简单的那步G到E8 就利用起这样一个威胁 将来这个地方还有马持B2 这个地方随时都有橡池C3 威胁 这个是黑棋占优的局面 那么所以说回到实战对峻当中 当时白棋暴特走了一步这个马到B5 那么捉一下这个D6的后 黑棋当时走了一步 后到F6 他也没有去跟这个白棋进行交换 后到F6 那么接下来可能威胁这个马持F3 之类的 那么当时实战对峻当中这个白棋非常自然走了一步F4 接下来这个马1D7继续捉下这个后 那么实际上这个局面你会发现其实白棋这个后也并没有什么太多地方可以走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他仍然进攻你这个他始终进攻你这个B2的弱兵 你如果后退回去的话他这个地方进攻 他仍然进攻你这个B2的兵 如果这个地方白棋选择去吃这个C7的兵的话 那么虽然说黑棋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直接把这个后给捉死 但是黑棋还是可以非常简单的这个后持B2 对吧 因为这个白王白王他仍然暴露在这个中间 所以你肯定不希望作为白棋来说肯定不希望这些线路被打开 将来可能这个G到CG到C8G到C2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所以说这个仍然是黑棋占优的局面 白棋他也不敢这样吃 所以实战队局当中暴特走了一步这个异武 反捉了一下你的后 你捉我的后那我也捉你的后啊 那么所以说接下来费勺就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战术 赢了一个兵后持F4这个这样一个小战术 当然如果你像是的话接下来我也可以吃你这个后 那么后的这个地方可能又有一些这种战术小天才他又来了 他说这个地方我白棋是不是可以走一步这个后持B6呢 对吧后持B6我吃你一个麻呀 因为你吃我的后我始终也可以吃你的后 我这样不是多一个子了吗 但是呢这个地方很可惜的是黑棋他还有一个 他还一步中间其就这一步非常恶心的后刀意思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步招呼 在这地方进攻你这样一个HE的局 这就是为什么你还没异位 你没有异位之后这底线的G也不连通 这个地方有些只是悬空者给了对方一些战术机会 刚才这个地方可能还没说全 在这个地方可能白棋还有一个F3 但是接下来这个黑棋还有这个将军 线路被打开了之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战术 你可能还有一个向导F2 但是我这个地方还有这样一个将军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我的后 然后接下来吃你这个后黑棋获胜 那么所以说实战对局当中呢 当时在这个后吃F4之后呢 白棋走了一步 白棋就跟他对后 白棋跟他对后 那么黑棋当然吃了这个C5之后 然后最后这个马吃CG 这个局面事实上非常需要计算 因为在接下来这个巨头C8之后 接下来可能白棋有D6 有一个交换之后 接下来这个地方还有进攻 这局面就是比较的混乱 比较考验大家这个计算 就是当这些子都互相进攻 互相保护 互相威胁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计算 实战对局当中 在这个在刚才这个意识D6之后 那么废舌接下来这个向导比尔 那这个这个局面之下 始终黑棋多一个兵 就是刚才这个后持F4 后持F4这个战术多了一个兵 那局面之下黑棋始终多一个兵 那么这个地方白棋走了一个王居一位 因为接下来这个黑棋 可能威胁的这个向导C3将军 先王居一位 那么接下来黑棋费上继续 不断的调动自己的子力 感觉这个B6的马好像还没有什么用 先把这个B6的马调过去 马BD7 黑棋居到D5 那么威胁就是对你这个C5的马施加一些压力 让你这个马走不开 你这个马一走开的话 你丢一个这个马 黑棋费上也非常简单 走一个B6保护这个马 接下来可能威胁这个马到F6 先手桌下你的G 白棋 向导F3 接下来这个马到E6 直战队当中的暴特威尼克直接选择交换 吃那么F吃E6 破坏一下黑棋的兵型 然后走了一步这个G到D3 那么事实上也是比较比较强制性的吧 因为毕竟黑棋接下来可能有这个G到F8的想法 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桌霜 所以这个G到D3去保护这个向 接下来这个黑棋继续啊这个马到C5 继续先手桌了这个G 那么被迫这个G到E3这个G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 这些格子都被控制住 还得保护这个向 防他这个GF8的威胁 那么接下来继续这个E5 非常漂亮 因为他想要去把这个中心的两个兵给兑换掉 对方这个兵压的很低 这个兵是一个孤兵 想要去把这个兵兑换掉 那么实战队当中就这样兑换 然后黑棋继续最后把这个D兵消除掉 那么这个局面始终是黑棋多一个兵 白棋G到E7 把G放在一个非常积极的次第线上 黑棋继续马上G到D7 想要跟这个G进行兑换 实战队局当中一番兑换之后 走了一步向导祭祀 把G到C7保护一下 G到E1 黑棋继续走得非常稳健 后王到F7 王继尔那么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残局的阶段 双方依然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子力 黑棋继续把G提起来随时准备将军之类 获得准备进攻对方的兵 进攻对方的弱兵 那么F8想要跟他兑换 那么他先将军 王继7 然后G到C3 那么就是把这个G给让开 给这个向一个回路 不然你这个向感觉好像 这个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地方可以走 G到C3 那么接下来F8继续向到G到E4 向到D1 那么可能是为了防止黑棋继续下来 这个G到A4的想法 进攻让A2若兵 控制住你这个A4的格子 那么F8继续捉了向 向到C2 然后双方开始 就是把王放在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 当时黑棋拳的走了一个F8 拳的走了一个马洛一四将军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 就是要求跟他兑换这个亲子 就是兑换对方的向 因为他是一个抽居将 他是一个抽居将 所以强制性的去兑换掉 强制性的让对方去兑换掉这个 但事实上这个局面之下 如果兑换完了之后 黑棋虽然多一个兵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居兵残局当中 居兵残局当中 往往是有利于防守方 就是有利于少一个兵的那一方 这个局面之下你黑棋虽然多一个兵 现在想获胜还是非常困难 接下来白棋可能还有 白棋可能还有这个 拘到C7的想法 那么然而实战队局当中就这样发展了 那么把这个亲子兑换完了之后 那么双方就剩一个G 那么黑棋多一个兵 那么也许 也许费婶有这个信心能够击败他 还是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看下这七局如何发展 白棋这个地方暴特走了一步 拘到A3 那么希望去进攻这个A7的弱兵 那么然而实际上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考虑直接走一步G到C7 G到C7是一个更加积极的一步棋 多双 那么也许当时是因为暴特可能担心 黑棋会有这样一个G到A4的想法 因为G到A4的话 他可以保护这个A7的兵 然后捉你这个A2的兵 你吃这个A7的兵 他接下来吃你A2的兵 那么黑棋不就有两个 在这个后一步就有两个相互连接的通路兵了吗 那么也许这个不是暴特威尼克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那么然而事实上这个局面仍然是合棋 如果这样走的话仍然是合棋 虽然说有两个相互连接通路兵 为什么呢 因为黑棋的王离这两个兵比较遥远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 首先可以非常简单的 这是赢得一步冲兵的时间 因为他是个将军 先赢得一步冲兵时间 然后退回就走 然后走一步非常精彩的G到B棋 这个G到B棋这步棋非常精彩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G卡在这个B棋的位置上 你这两个兵动不了 你这两个兵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前进 就是因为你这个王距离太遥远 你这个王过来需要时间 你一个G没有办法 这个同时保护这两个兵 对吧 你不管是冲这个兵还冲这个兵 你都会丢兵 你都会丢兵 所以这两个兵冲不起来 如果你选择把这个王移过来的话 那么白棋它可以利用起这个时间差 你再过去的话 在接下来这个 它可以在这个王毅制造通路里 所以说实战队局当中呢 当时可惜的是这个暴特维尼克 他这个地方没有走这个G到C7 还是走得非常稳劲 走了一步这个G到A3 那么费沙当时走的也是非常的稳劲 费沙走了一步G到E7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继续暴特 接下来这个GF3GC7A4C5 那么接下来就是那么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地方暴特维尼克终于走出这一步G到F7 进攻这样一个进攻这两个弱兵 那么当然了费沙也是继续这个G到A5 去制造两个相互连接通路兵 费沙到这个地方暴特维尼克终于选择去接受这样一个局面 他觉得这个仍然是一个恶奇的局面 将军那么王F5之后将军 那么然后这个G到G7去进攻这个G6的弱兵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呢 接下来这个费沙走了一步非常狡猾的一步G到A1 这个地方非常狡猾 看起来好像我接下来准备冲兵了 把他退过去准备冲兵 这事实上接下来威胁的G到G1 如果你这个地方很不当心走一步这个G吃G6的话 接下来这个G到G那么黑棋就获胜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呢 当时鲍特维尼克作为世界世界不历史的第六位世界冠军 那么肯定不会掉进这种低级线当中 非常简单的王F3把这个王让开 那么接下来威胁吃你这个G6的弱兵 那么然后这个局面之下 当时废刷走了一步不太精确的 他走了一步B5 他走了一步B5 那么这步他的想法是 接下来如果你吃这个G6兵对吧 你吃G6兵的话他可以继续冲这个B4 他该冲兵了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A7的兵他控制住你这个B的格子 你这个G就很难去在后面防止他生病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但事实上这个地方 事实上这个地方在B5之后 当时这个鲍特白锡鲍特走出了一步非常精彩的一步棋 就是走了一步 H5 非常精确的一步棋 H5 对吧你这个地方被迫得吃吧 你不吃的话他接下来吃你这个兵 或者他接下来这个 他接下来H兵生病之类的 但是问题是你吃了之后 他接下来有这一步非常精彩的巨岛G5 巨岛G5之后可以把你这个B兵给抽掉 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远方就没有两个相互连接通路兵 就是个非常简单的合体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就是这样 当时鲍特维尼克 H5 非常精彩 那么接下来这个 H先将立决 王纪二决然后再吃 但接下来这个仍然有将军抽这个兵 那么在这抽完兵之后 那么这个局面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合体的局面 那么接下来这黑棋继续冲兵 但是都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 这个局面之下事实上白棋 白棋就算没有这个F兵 白棋这个地方没有这个F兵 黑棋就算多两个兵 近多两兵也没有办法获得 而且这两个兵又是边兵 大大的增加了合体的可能 那么接下来就是双方继续走 但是这个王可以卡在这里 卡在A局限不让这兵伸别 接下来这个黑棋就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就继续走双方继续走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 在居兵残局当中 还是很容易合体 居兵残局还是相当容易合体 那么在这个局面之下全场第68步 王纪之后 那么双方就是英勇合体 好那么还是希望大家 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这样一盘令费射而难忘的对局 那么另外我还是感谢一下 本周一生空梦 三月如诗 暖暖的A书 砖头拍死你 真是玻璃心 给我 以及本月的18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给我提供的充电支持 但是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依然来日方长